谁的电展 欢迎再度回到非凡想先报的现场 大盘的加权指数在今天下探之后呢 反倒在低阶买盘快速进场带动了股价首稳红盘 上涨23点来到了10479点 刚刚其实点到除了大型的电子龙头股表现相对稳盘之外 其实今天非电子族群表现又更加的飘悍 另外除了金融族群呈现震荡走高之外呢 还有非常多传产的抗跌明星股在哪里 我们赶紧带来做扫描哦 在今天震荡走扬的方向 今天看到航运族群呈表现也不错 2607的荣运 荣运呢受惠到了散装航运的旺季之城 所以带动了股价在今天呈现了逆势走扬 另外还有像是2605的星星 今天也获得买盘力挺股价开高震荡 昨天的法人呢总共加码了1209张 再来就是仿制族群了 仿制指数在今天也同步震荡走高 1477的巨洋呢 受惠到了9月份营收呢 呈现了震荡走高 月增幅度达到48.1% 那也带动了今天股价偏多反应 再来4414的如新 刚刚持续都有见到了买盘再做立体 技术线型来看的话 日K线拉出了第7根的红K棒 最近融资有连续站在增加的一方 再来就是汽车领组间当中的东洋 东洋呢现在受惠到了外销旺季 还有业绩呈现了冲锋 也带动了今天股价呈现了震荡走高 那今天看到像是散装航运的新兴 上涨幅度超过了半根停板 另外还有像是巨洋啊 东洋以及如新 还有荣运的部分 涨幅都有超过了1%以上的格局 这目前看到相关抗跌的明星个股 尤其传产族群在今天接棒演出的意味 非常的明显 除了这些个股之外呢 其实看到部分的钢铁族群 其实买盘也是非常非常火热的 像是世纪钢啊 像是大成钢等等 都有偏多反应 甚至水泥族群的部分 也都有呈现了震荡走高 涨幅超过了1%以上的格局 如何观察一下 在今天相对走强的 这些传产抗跌明星个股呢 赶紧为你连先到专家 华信投顾的曾志祥副总 副总你好 伍安 主持人五安 各位投资朋友 大家五安 好 之后先行请教副总了 大牌的加权指数 终于在今天有点波云见日了 但是刚提点到 除了大型的部分龙头股呢 在这一晚盘之外 其实今天非电子族群 表现得非常飘悍 而且涨势是相对整齐的 那我们刚刚就帮观众朋友 整理出来 挤挡的人气明星个股 他们在今天 逆势走扬的立基点在哪呢 而且这个续航力 值不值得观察 是的 我想在这个部分来说 其中我们来观察几个 尤其是纺织的族群 的这个部分 因为毕竟纺织的产业 因为大多数的纺织股 它的生产基地 近几年来都陆续 移往东南亚的这个部分 所以在这次中美贸易战当中 其实影响性来说 就不像电子国来的这么的大 所以在这波的一个 一个震荡过程当中 你其实可以看得到 像是这个1477的一个巨洋 这个部分 相对于整个整体的一个 很多个股来说 它就相对强势许多 那短线上来说 在1477的巨洋 它今天等于是整理结束的 第二根红K棒 并且酝酿要挑战先前的高点 8月20号的165块钱 那今天呢 最高是164.5 那当然在短线上来说 我们会观察一下 就是说是不是能够 在接下来能够出现 有效的一个突破 这是在巨洋的这个部分 我们会去观察到的一个 短线上的一个重点 因为其实你从巨洋的一个 外资买盘当中 你可以发现得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最近外资调节的 非常多的一个电子族群 但是反而是在 这种传产类鼓圈上呢 它并没有出现 什么大幅调节的一个动作 其中背后的一个根本原因 就是来自于我刚刚所说到的 这个时间点 外资主要会调节的 都是来自于影响到 这个受中美贸易战 影响比较深的一些族群 反而是这种仿制族群当中 反而影响比较不是这么的大 那再来就是说 4414的这个如新的这个部分 4414的如新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这个算是 前阵子才有一些 政治上的一些 这个杂音出现 但是呢 在最近这几个交易日 它其实是连续拉出了 7根的红K棒 包含今天 那接下来我们再观察 如新的这个部分 其实很重要的几个重点 第一个部分 除了技术面连续拉出 7根红K棒 那接下来在今天 拉到季县附近的一个位置 是不是能够有效的 进行整理之后 再往上攻 这是接下来观察的 第一个地方 这是在技术面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在于说 如新它过去的 这个并购酒地之后 因为毕竟它在并购之后呢 还有很多的一个费用 要去做一个摊提 跟这个这个折旧的关系 所以造成它过去的 这一两年的时间 你会看得到它的营运 还没有出现一个明显 好转的一个现象 但是呢 从最近一季的一个季报当中呢 你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最近一季 它的整个营益率 营益率的这个部分 是-0.9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 已经快要达到一个 所谓损益两平的 这样子的状况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因为毕竟先前 大家对于这个 这个如新并购酒地之后 成为这个最大的一个 牛仔酷的一个 一个这个工厂公司 所以就变成说 它先前的一些费用 上的摊提跟折旧 是不是能够有效的 开始费用率逐渐降低 其实在上一季的一个状况 其实慢慢从营益率 当中已经开始 有看到这样子的现象 所以你在今年的 这个上半年的第二季的时间 今年第二季的时间 它整个这个亏损的幅度 降到只剩下EPS 0.09 那接下来如果说 在这个这个形成 这个合并之后的一个中效 就是费用率降低之后 然后营运上又开始 能够营收维持一定的一个水准 那自然而然后面 能够出现一个转亏为盈的机会 是会有的 那再来就是说 在其他的这个部分 今天航运普遍都有一些些 向上的一个表现 包含了26 26类的一个航运 其中今天涨幅最多的是 在2605的这个星星 2605的这个星星 连拉两根的红黑棒 今天还用跳空的方式 往上去做一个攻击 那其中我们观察到 它的买盘主要的来源 是来自于投信 稍微有一些偏大的一个状况 但是呢它至少它能够站上一个半年线 跟季线的一个位置 等于就是说它等于就是说 这个相较于整个大盘 甚至在很多的个股来说 就技术面的一个角度来看 它是相对于很多个股来说 来的强势一些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说2605的星星 它接下来在今天 出现一个多方缺口之后 但是因为短线正怪力 有些比较偏大的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短线线路整理 它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现象 但是整理过后呢 如果说能够顺势 顺利在这个半年线之上整理 并且守住今天的一个多方缺口 后面整理结束之后 再往年线的一个位置 去去做一个进攻的机会 就会产生 这是在2605的这个星星的这个部分 那同样的是在航运类股当中 今天2607的这个农运 也出现这个 早上出现一个 创短线新高的一个态势 它今天也同样的 也出现一个多方的一个多方缺口 但是在这边来说 它相较于这个星星来看 今天的这个上线就稍微比较长一些 所以短线上线路整理 也是比较这个 也有机会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在这个这边的一个角度来说 航运类股的部分短线冲高 但是接下来因为短线正怪力比较偏大 所以这边可能稍微要停看听一下 等待它整理的过程当中 整理漂亮的话 再去再行去做一个介入 那再来最后就是我们刚刚 还有一档个股要谈的就是说 这个过去业绩一直都很好的 汽车零组件的概念股 1319的东洋 1319的东洋其实现阶段 我们讲实在话 它的股价的确在这个位置 其实是有一些些的委屈 因为毕竟它的这个获利的一个数字 长年下来都算是一个相当稳定 在4块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水位 但是因为毕竟在这波贸易战当中 受到影响的汽车类股 其实影响是相对来说 是比较稍微比较大一些 但是我们这边要注意的就是说 因为东洋它主要针对的一个 这个产品 它是针对在这个售后服务维修 AM市场的这个区块 它不像有些民主建厂 是配合这个车厂 而直接去做一个出售 所以正常的一个角度来说 这种售后服务的维修的一个市场 其实你说它算是比较偏向内需市场 所以它其实比较不像是这个 这个其他的一些汽车领主建来说 它如果说是像是OEM帮车厂代工的 然后再配合车厂整车出售下去的 这种反而是受到这个贸易战影响比较大 也就是说换言之就是说 其实东洋有些是被被拖累的一个状况 因为毕竟它汽车售后服务维修的 这个市场是比较偏向内需市场 那再加上美国墨西哥跟加拿大 已经签了一个自贸协议 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墨西哥是全球很重要的一个 汽车领主建的一个生产基地之一 除了中国大陆之外 所以在这个 他这个跟美国签下汽车这个相关的这个 自贸协议之后 其实对于后续的一个相关的一个 在车市的这个状况来说 其实慢慢就会不像之前一样这么的一个 看看这个趋势这么糟糕 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 东洋其实他短线拉出一根红黑棒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去观察就是说 他是不是能够有效的 至少先站稳在月线之上的一个脚步 那如果说能够更好 像其他的一个 其他航运类股一样 能够连续拉出两根红黑棒的话 那自然而然是更好 因为毕竟东洋现阶段 在第四季的一个时间 本来就是汽车售后服务 维修的一个传统旺季 所以说这些抗跌的一些传产的明星股 其中会抗跌的一个根本原因 就是来自于受到中美贸易战 冲击的影响层面较低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会 在接下来持续在留意的一个方向 好 其实刚刚点到很多 抗跌的明星个股当中 副总也提得很清楚 尤其是有些部分的个股 还是要尊重技术现行来进行观察了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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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